我们第一轮先加什么职业 给你推荐几个职业 一个是小丑 小丑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是一对的 一个人一对 对 如果说他被人投出去 他就获胜了 他要被人投出去 他的主要任务是要让人投他 对 所以他要就是可能 就是跟狼那边是一个阵营的 因为他会就是那种 假装他自己是狼 就是我的所有的发言 就要引起大家认为我是狼 然后把我投出去 我个人赢 我一个人赢 对 那这小丑好玩呀 行可以 然后三三你先窜房 我们先进去 那还是两只狼吗 对 还是两只狼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正向派的 就比如说好人 好人就有警长 就是说警长 就是好人 他如果打狼 打到了 他就不会死 如果说他 等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开始的这个 是只有一个小丑 对吧 你刚刚讲的 这么船长 这个是等会再加的是吧 对可以 然后也可以加 因为他这是好人 好人里面的 好 那我们现在先加一个小丑 就是只有 只多了一个小丑 所有玩法都是跟昨天一样的 对 好 行 那我一个一个体验 就是一点一点讲 不然我怕有点乱 好 现在狼还是就是像昨天一样 弄一个化形师吗 化形师 一个化形师 只有一个化形师 好 那这个好玩 这个 需要加一个隐形狼 隐身狼 隐身狼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可以隐身 就是他到人的时候 他开了技能 别人就看不到他的人 他先开技能 然后再刀人 然后刀完人 他也是隐身的状态 对 他可能有十几秒的隐身时间 好 好 可以 好 那按照 他可以隐身狼 那按照你这么说 那这个两个狼不就是一个能变形 一个能隐身吗 就这个意思吗 对 然后我们这里面 好人里面有一个小丑 对吗 他也不算好人了 反正就多了一个小丑 小丑是独立的 中独立的 对 OK 对 最后 所以我就在想要不要加两个好人的职业 也比较简单 对 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好人太难听了吧 好人可以加一个预言家 预言家什么意思 预言家我觉得什么意思 预言家就是可以 他有一个技能 他靠近那个技能 点一下那个人 就可以查那个人的身份 那个人是红鸣 就是狼 OK 那预言家 他只能用一次吗 还是怎么说 不不 他也是有CD的 你只用 哦 哇 那预言家好厉害啊 这个狼的CD是一样的 对 哇 那预言家好屌 可以可以加一个 哦 等一下 但是他这个狼可以猜预言家吗 狼可以猜预言家 狼好像有一个狼是可以猜的 就说这个里面 师傅 他这里面是狼在发言的时候 他是可以就是猜那个人的身份 好像是可以猜一次吧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什么没懂 就说这样的 是假如说师傅 我是我是狼 你是预言家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报完警之后 稍等一下 那个我这个在抖 那个怎么把它给不抖 右边设置 里面图像 然后就说 比如说我是狼 你是狼 你是预言家对不对 我是预言家 你查了我是狼 然后这个时候 有人打了报警 你想点我 然后点出去 那么你就说 我是预言家 我查查明正在客团是狼 这个时候 我就直接点你的身份 然后填写到预言家 我只要填对你的身份 你就死了 什么叫填写我的身份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狼在这个版本的额外的技能 就是在那个 就是在这个场上面 可以猜一次好人的身份 那如果你这么说 那我点你了 你肯定会把我名字打进去 对 所以说预言家前期要隐藏 就是说不能说 查到一个 然后就直接说了 或者说 那我 你可以不说 那我比如说我查出来你是狼 我先查出来你是狼 然后现在开始投票了报警了 对吧 然后我号召所有人先把你投出去 那你怎么反投我呢 你已经死了呀 出去了呀 就我死之前 我可以把你拆死 我把你投出去之前 你还可以把我换掉 对 他就是 他这个技能 就是投票的时候 额外加了一个技能 行 先试一下吧 先试一下 好 对 然后那就加一个愿家 然后再加一个工程师 好不好 工程师就是 有点多了吧 工程师是什么 工程师很简单 也是好人 然后他就是可以修 可以修那个紧急任务 就是一秒钟就修 他怎么修 就他有个技能 在右下角 按一下就好了 OK 好 那这个这个不影响 我还有个问题啊 比如说我是愿家 我现在验到课团 课团是好人 我也不不敢说 对吧 因为我一说你狼不就出发你那个技能吗 下一轮的时候 所以说你可以就你可以找个别的方法 就别的方法去 我知道就是我 比如说你说我跟他一直抱拔 我懂我懂你 我觉得他应该是好的 对对对 就我不能轻易说 你不能就 除非生死绝 你不能就太明 OK 除非生死绝 就你突然跳出来 你说我懂 我懂 我懂 你就这样子 OK好 能够打的套路也很多了 哇 我是普通的吗 OK 工程师是吧 工程师好 我可以转通风口 我给维修 我先做任务 我先做任务 我先不管 我先做任务 任务是肯定要做的 对吧 这个没得讲 好 我做完了 其实我也不需要 寄他们的人了 他们的发言 基本上就能 露出破灾的 我 我做任务 我去 我工程师能暴露吗 我工程师暴露 后面来的是谁 小文正皇 雕的一发言 雕的一上来 做了三个任务 然后往右侧跑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小文的鸡腿 后面来的人是黑皮 就是我从那个房间出来 往右侧走的时候 黑皮过来了 所以我 我不是认定你是狼 可能 对吧 你是从上面过来的 我不清楚 我是第一个发言的 我提供不了什么信息 但是 我相信 封建 科团 还有 一个是谁 我不记得了 你们 一定知道 我不是狼的 因为我从那边 我从配电房 做完任务 出来的时候 是有人跟着我的 看到了鸡腿 我在最前面 我保得紧 对吧 我好人身份 是不是一定做事 科团和封建 你们心里是有输的 对不对 你们肯定相信 我是好人 所以 等一会儿 接下来黑皮发言 很重要 左边的 杉杉秀可爱 和秀才 他们发言 你们听 但是不能打我 你们如果是狼的话 你们是聪明狼的话 你们是一定不能打我的 好吧 打我的话 好人要注意 我提供的信息 就是 我出来的时候 黑皮迎面过来了 然后 封建和科团 是跟我一起 在配电房 出来的 所以这两个人 一定是认我的 所以在我的视角 我可以把封建和科团 认为是没有 作案时间 但不认为 你们一定是好人 这一轮 你们两个是肯定 要跟我的 接下来 卖 交给黑皮 如果你是好人 你在这一轮 不能滑水 你滑水的话 把你当狼 飘出去 所以你多提供一些信息 来证明你是好人的身份 好 这里是黑皮发言 这一波的话 我和大家一起 到了这个配电房 第一波 我们直接到了配电房 我在那里做了个任务 我看见人挺多的 大家都在 然后紧接着往下走了一下 就到了这个配电房门口 在那里站着 然后紧接着 我到库房 这个和配电房的通道的口 那里站着的时候 我看到 有个人隐身了 然后我就紧接着往回跑 应该那个人隐身的 如果没看错的话 是绿色 就是秀才哥 我从这个库房 直接就往回跑 找你们 我怕他隐身 看到我 直接给我到了 这一波的话 马老师去抱这个鸡腿 我们是一起走的 马老师这一轮肯定是到不了 这一波的话 秀才的话 大问题 我看到的是他 应该没看错 看到的是他 他直接隐身的 我直接往回跑 找大家 抱个团 怕死 过 好 这里是秀才发言 我跟你说 在这里啊 黑皮如果不踩我 我都敲不起的啊 为什么 因为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 开局 我是去的导航市 在那儿做了个烟火 然后呢 我走到护盾室的时候 我看到了小温 小温是在库房的那个位置 我到了之后 我想小温是不是狼啊 走到头了走 这个时候黑皮出现在我的脸 突然人没了 我当时是很害怕的 所以说我直接快马驾鞭 从这个库房 一直到食堂 但是我又怕黑皮 因为我看到他隐身 他要追刀我 所以我又从食堂 走到了上瘾室 又从上瘾室 走到了下瘾室 这个时候报警了 那么时间关键 如果你看到我跟小温 对不对 然后你说我隐身了 那为什么你不死呢 对不对 你跑了吗 你没有跑 对吧 你还是在拍电视附近 那么请问 小温的尸体在哪 一定是在库房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看到我隐身 小温死了的话 你一定是第一个报警的 那为什么是马老师先报警呢 对不对 所以说在我这里 黑皮才是那个铁狼 我过了 黑皮是狼 隐身的狼 到了小温 后才隐身 就很尴尬 三三发言 我这一轮是从食堂 跟着马老师 跟着还有旁边 我当时看的有 有小可爱 有分间 我们好几个人 一路走到了配电视做任务 然后在配电视 做完任务之后 我是也看到过团结 就是我们场上六个人 除了秀才哥 我是都见过的 然后我们做完任务之后 我们是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马老师走在最前面 然后往管理师这边走 然后我跟在他后面第二个 我身后跟着的是黑皮和秀可爱 然后我们四个人刚走到管理师门口的时候 我就看到里面有个鸡腿 然后这个时候马老师是刚好进到这个管理师门口 他看到鸡腿之后立马就拍了 就是马老师一直是在我的视野里的 就是这一刀肯定不是他开出来 然后这边已经黑皮和秀才哥 他们俩已经是一个对跳位了 其实黑皮在我的视角里出现过很多很多次 就是我觉得他对小温这个动刀时间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视角里是不够的 而且我的视角里完全没有见过秀才哥 所以我见我的感觉这一轮我会投秀才哥 OK 除非他是狼在帮他 跟封肩发炎 我们的话如马老师所说 我们一直在配件室做任务 其实是一直抱团的 报警的时候 我看到了黑皮从库房管理师到库房那边往下跑 然后如果按马老师所说 尸体是在路口发现的黑皮不可能不报警 如果说他看到秀才隐身 那你必知道你跟小温之间会死一个 那你为什么他反正他刀他也只能刀一个 那你为什么不追着他呢 你反而往回跑来找我们 反而就很引起你的嫌疑 所以这一把的话我觉得可以归票黑皮 他采他 他采他 他们两个互采 这两个里面要注意了 对吧 帮得很明显 确实 一开始刚开始我们我们拍了之后 我就一直在找人抱团 我记得我的附近就是封肩 然后我师父 然后呃 三三修可爱 然后黑皮也出现过 其实我感觉我跟我跟三三的那个看法是有点像的 其实我有点拿不准 我有点拿不准他们两个 因为我也是全身没见过秀才 就他们两个上PK台 其实我不知道最后归票要归到谁身上 因为我确实在人群当中看到我黑皮 但是我感觉封肩说的也很有道理 如果说他真的 他真的就是说怕被刀 就是说他怕被刀的话跟我们团 但是他可以去报警啊 他的昂直可以刀一个 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是害怕秀才跟小温是双刀 有可能是双狼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合理 在我的视角的话 我是建议这把弃票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有嫌疑 弃票不能弃吧 都有嫌疑得票一个出去啊 这个很赚的 修可爱发言 对不对 这把开局的话 我们是刚开始是和团结还有奉街抱团 然后从管理室去了配定室做任务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里面啊 然后其实路径很简单 就是从到了配定室再走到库房的这段时间 就拍了 他这个有点问题啊 那在我的知道的内容里面就是时间他也不是很长 如果说按照秀才哥他前面说的 他从右边到护盾室再到库房 然后看到了黑皮 他黑皮一直从黑皮追着他去左边的话 那时间也太长了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然后秀才哥他是有比较大的嫌疑的 那那个三三封肩 啊团儿还有黑皮 确实前面我们都是一起的 而且我从配定室出来的时候 顺序是我 然后前面是团儿和封肩 最前面是黑皮 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就是说 黑皮没有那么多的动刀时间了 然后还有交参说秀才哥说他去黑皮去追他 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 我觉得这把比较嫌疑比较大的是秀才哥 还是先去票吧 如果说那个黑皮他有他也有嫌疑的话 我也不太确定我的线索是这么多 那我们先过 我过不起 我偷一个 偷铁 我不管他俩 反正 我是要出一个的 应该没出去 他们怕偷错 OK 没事 反正现在黑皮和秀才锁定一郎 这个不用想 那我不是预言家 但有预言家好 他们说吧 这是谁 空间黑皮 风 风皮 团 风 团 团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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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团团皮 这还没出现实体啥情况 这还没出现实体吗 这应该有人死了 应该有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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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报警 我不管了 我先做任务 怎么那么多 对吧肯定要拆我 秀才死了 秀才死了 然后我最后看到尸体的时候 马老师从右边武器室过来 然后黑皮和风间从库房上来 我一开始是从 因为我任务已经做完了 然后我从食堂到库房 我就一直转大圈在找尸体 然后我走到护盾室 走到武器室 就这样转了一整圈的时候 我走到下引擎室的时候 我是碰到了风间和秀可爱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从下引擎室走到库房这边 我就发现 风间一路跟着我就过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想叨我还是怎么样 他一直追着我 然后我走到库房的时候碰到黑皮了 黑皮从应该是从管理师这边下来 我就往上走 刚走到这个食堂 这个地方我就看到了秀才哥的鸡腿倒在这 所以在我的视角里面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风间和黑皮嫌疑度比较大 可能更怀疑黑皮一点 因为黑皮是最后我看见尸体之前 就是他是离那个尸体最近的人 但是他没有抱这个鸡腿 马老师是我看到鸡腿的时候 马老师从武器室那边过来 应该也是没有作案动机了 所以这一轮我最重要听黑皮怎么发言 他可能是预言家 他可能是预言家 我现在要说出今天大秘密 黑皮跟团是来我是预言家 我还没死 我第一天的时候先查杀了团 他是红的 然后我就看他一直抱团 没有刀的嫌疑 我就没有去拍紧急 我也没有在第一轮的时候 我的逻辑完全正确 我第一轮就说说 第二天的时候技能一好 我就把黑皮给查杀了 本来想着我先拍案 真的想一想 我先观察观察 好像也没必要观察 因为那时候那个时间还没好 结果我就一路跟着修克来抱团 黑皮在屁股后面一直追我一直追我 后来我又遇到了三三 然后我们就往池塘的方向走 就遇到了秀才哥的鸡腿 我是预言家 兄弟们要相信我 我是预言家 我第一天查他的团 他是红的 第二天查了黑皮 他也是红的 那你如果说你查错了两个人的话 你应该现在已经尬了 为什么你还没有尬呢 他聊不了了 他聊不了了 我是知道我自己的身份的 他聊不了了 所以说我感觉他这是小丑发言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是红的 他想让我脏他 小丑发言 然后就把他投出去 但如果说 如果说真的是查出两郎的话 他怎么说都已经被猜死了 就不就应该不会在这个场上了呀 一派胡言 其实我我这一轮一开始 我一直都是比较怀疑秀才的 因为秀才开始从食堂的话 他一直都要单走 但是我懵了 为什么为什么封建会说我是狼啊 一派胡言 但我不是呀 出去了出去了 游戏结束 本来我一开始是怀疑三三是小丑的 因为这一轮秀才死了 就证明秀才一定是好人 所以我刚一直在回忆上一轮 谁在帮秀才说话 三三第一个帮秀才说话 封建好像是怀疑的黑皮 然后这一波他又踩我跟黑皮是狼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把黑皮投出去 因为我其实也是怀疑黑皮的 而且听三三这一波发言的话 也确实说黑皮是在旁边 那我这一波我本来是觉得 是不是秀才在左边 因为我看他秀才跟三三去了 左边那个保安室的位置 然后我就在想秀才会不会 就是把三三杀了 我就往左边去了 结果是结果秀才打掉了 出现在了右边 那我觉得这一波可以先投黑皮 我觉得封建有可能是想炸炸这个狼人 然后说我可能怀疑我 我刚刚因为最后一波是单走的 但我这一波确实好人 那就听黑皮最后发言吧 如果黑皮发的不好 那我就投他过 OK秀可爱发言 这把我也是比较怀疑黑皮的 为啥呢 这把我跟封建其实是 一大部分时间是抱团抱在一起的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跟谁走 然后我就找到了封建 我们先是去了配电视 这个时候秀才的 我发现他一直都是单走的 配电视他自己个人做任务 然后他做完看见我们也走 然后我们也跟着了 就是从库房到食堂 我还跟着封建在食堂 做了一会儿任务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我是看到黑皮的 就黑皮和秀才就有一点 看到我们就掉头就走 然后单走的那种 然后秀才哥嘎的话 而且前面就是在食堂的时候 是看到黑皮 他是在上引擎室 往食堂这个方向 他是在左边的 然后还去了医务室 我还看到了马老师从医务室出来 应该是做了任务出来 去了右边 然后我们又 我和风间又从那个 那个库房落回下引擎室 这个时候是碰到了山山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跟着山山折回库房 然后山山到食堂的时候 发现了尸体 那其实我看到的黑皮 他是从食堂那个方向下来 然后跟我和风间接应了之后 再回上去的 我觉得他的行音是最大的 我的信息是这么多 过 刁得一发眼 游戏结束 首先第一 这一局 无论我们任何人说任何话 先放到一边不管 先出黑皮 对不对 这个毋庸置疑 为什么 因为第一轮黑皮秀才对打的时候 两人里面是不是必出一郎 OK秀才倒下了 那么黑皮铁狼 对吧 所以这一局一定是黑皮出 好 人 哎 马老师没说话了 马老师被嘎了 这一波的话 兄弟们你听我说啊 这一波 第一波我说我可能看到的是秀才哥 知道吧 也可能就是看错了呀 那他是一个好人身份走的 那我就是看错了呀 这一波的话 封肩他跳舞预言家 为什么没死 然后马老师死了 那就是专管道被封肩发现了吧 他跳预言家 他凭什么敢跳预言家 双狼在场能猜的情况下 他凭什么敢跳预言家 对不对 那么他就是冷啊 那另一个团发言说要出我 那就是你们俩双宝呗 对吧 他不跟我说话了 这波的话小可爱 珊珊回忆一下上一段 我们来说的话 这一波出封肩 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感觉啊 我你们说看到我在这个管理室 他能拜登我这一票 你看到的有没有可能性 不可能的了 我后面和团这边还没点 我在拎包按的时候 我在左上角 如果按这么聊的话 我感觉封肩和团的成绩 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小可爱 你好好想一下 过 跳颈应该被看到又没事 工程师可以跳颈应该的 他们又不是不知道 这肯定吐黑皮 这好人又不是傻瓜 这两个人在吐封肩 柯团最后一匹狼 不用打 哎呀 感谢别问 问就黑皮的大火箭 谢谢 是黑皮吗 感谢黑皮的大火箭 谢谢 哎呀 我还真准备要点 他们不会不投客团吧 不客的这一轮不投客团 就太麻瓜了 他把我换出去 换掉了 他把我他把我换掉了 我现在任务也做完了 这他保他是对的 小丑的话应该是 这有个阶段 不是咋说了呀 哎这咋说了呀 在人家脸上跳完道了 三三你怎么敢一个人走呀 我 咋说了呀 这个客团已经明朗了 你们 我 我是小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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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发言句小丑 哦 马老师 马老师当着黑皮的面钻管道了 我钻管道 我跟人是这样 你不能当着别人的面钻 为什么 你要是这个游戏 现在会猜身份了 你就不能当别人面钻管道了 你要偷偷钻 就是 不要报身份 如果说老人看到你钻管道 他投你你就死了 他投我我就死了 就是说马老师上一把 你是在这个保安室跳医道到了那个医疗室吗 我看到你从医疗室出来 我知道你的路线肯定是跳管道出来的 对然后我又是一个财身份的狼 然后在你发言的时候我就可以猜你是工程师 猜对了你就得说 哦 猜身份是吧 哦 猜身份是吧 哦 我是预言家 那我早知道我肯定不会 哦 知道了 我懂了 哦 那我白死了我靠 行我知道了 对就是在我们发言的时候 我知道你这份可以猜 我懂了 对 OK 哎还有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是小丑 我被狼刀了 我算不算赢啊 不算 不算 必须要票出去是吧 要别人投你 对没错 OK 我懂了 吃票不吃刀 OK 还少一个小瘟 好 好 好